在顿巴斯前线呢,目前俄军这种攻击的态势主要是发生在顿巴斯中线的巴赫木特以及马林卡以南以北翼的一些战区 在乌克莱达尔呢,两军目前也是成一个对峙的态势 在扎布罗浙地区赫尔松目前是拉锯战 特别是扎布罗浙的拉布地诺方向呢 两军在这个方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在顿巴斯各县的军事的态势 斯诺霍里夫卡定居点,位于顿尼茨克市以西20本里处 战前,该市约有15000人居住 今年4月,原顿巴斯第一军进入攻城的状态,并发生了巷战 俄罗斯武装部队还定期向该市派遣增援部队作战 当下,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的局势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说极其困难 俄军突击队占领了市中心,并用坦克和步兵战车 控制着这座城市约60%的面积 周一,在哈尔科夫沃尔昌斯克方向 俄军向南方向推进速度约为每天一公里左右 俄罗斯军队沿着市区索伯纳亚,科罗联科,斯特普纳亚街道 以及白厄山地区进行推进 俄军控制的区域宽达3.2公里,重深2.03公里 在沃尔昌斯克方向的西翼 俄罗斯军队的推进范围宽达6.34公里 重深达2.3公里 周一,在恰索夫亚尔方向 俄罗斯军队占领了恰索夫亚尔市的格尔街剩余部分 俄军在运河微区的东郊和南郊立竹 占据了宽达720米的正面区域 俄军向四区东翼多城建筑地区的攻势 也仍在发展之中 星期一,在南敦涅茨克前线 俄罗斯军队在诺沃米海洛夫卡以西 建立1.1公里宽,600米深的正面 俄罗斯专家指出 尽管乌军外宣鼓吹在哈尔科夫地区防御 铜墙铁壁 但事实上,乌军防御攻势中60%是豆腐渣工程 乌军一线主要攻势由普通混凝土板组成 有的用8至10毫米宽的金属板原始焊接相连 根本无法抵御炮弹 尤其是航空炸弹的攻击 实战结果也证明 乌军哈尔科夫第一道防线基本没有防御的结构 凤凰卫视卢语光,伊万,阿拉曼,乌拉特 顿杰斯克报道